和尚目睹孕妇产子 静动了色心 路过竹林时 探查到两条蛇腰 腰气浓厚 连忙追赶捉拿 突然听到不远处 传来惨叫声 是村妇在生孩子 皮肤裸露 画面冲击力十足 法海归一佛门 哪能看这种东西 不敢靠近 发现这两条蛇 在行善事 帮人躲雨 改念妖也有德 决定放他们一条生路 将来好好造化 转身离去 但从那以后 每次打坐 于法海而言 都如地狱苦海般 脑海里 村妇的身影挥之不去 美美徘徊在 走火入魔的边缘 身旁为满面目可憎的怪物 他心里急 冷汗滋滋往下掉 但表面还是强装镇定 将妖魔鬼怪打得魂飞魄散 好不容易缓过来 佛香受到波动 面部金身波落 入座的蒲殿也跟着着火 提醒他切勿惹火上身 法海只能到人间历练 寻找破解之法 碰到穷凶恶极的人类 打架斗殴 不能干预 只得袖手旁观 看见一老头 轻锋到鼓打扮 剑步如飞 连忙追上去 得知他已修行二百年 说完就开始不振施法 让妖怪献出原形 是知蜘蛛精 经波一收 二百年的修为将功亏一篑 蜘蛛精说他拜负大金佛脚下 早已入了佛门 从不作恶 但他哪里肯信 不顾苦苦哀求 照样镇压 谁知一转身 看到了开光佛珠 蜘蛛腰没有骗人 一个大雷闪过 真的收错了腰 顿时陷入无尽的自责和忏悔 犯了色戒 诱造杀念 激进崩溃 而放走的蛇腰 以修炼成形 流连于人间 屋顶上盘旋着两条巨蛇 看花楼里 舞鸡跳得分外起径 青蛇一不蔽体 化作人形 也跟着扭了起来 男人们眼睛都看直了 哪里见过这般春色 这边正玩得兴高采烈 白蛇却被远处的书生吸引 循着声音游过去 见到教书先生许仙 不似寻常臭男人世俗 白蛇对其一见倾心 日日茶饭不思 来得西湖邂逅这一处 她哪见过这如画般貌美的女子 不知不觉看呆了 上了渡口 把伞借给白蛇 约好第二天道府上来取 白蛇施法右下暴雨 拉着她进屋换衣服 动作很是暧昧 最后没有意外地共度粮消 小青目睹这一切 看到姐姐很是欢喜的模样 心里满是嫉妒与艳险 也想尝尝这其中滋味 有样学样地勾搭其许仙 这点小伎俩全被姐姐看在眼里 她只小青顽皮 所以没有责怪 而是让她找别人试验 别打许仙的主意 白蛇成亲后 开了家药铺 积德行善 因为价格公道 妙手回春 赢得了村民们的爱戴 称赞她为活菩萨 两姐妹快活在池子里游泳 小青露出了尾巴 恰巧被许仙看见 下晕过去 醒来后 有一户乡亲送上贺礼 感谢白娘子的救命之恩 许仙进退两难 干脆将自己灌醉 白蛇接她回家 用青纱打眼 骗她说 上次是受到惊吓看错了 但由于小青演技拙劣 许仙还是半信半疑 变卖私塾 说要上京赶考 白蛇倒行高深 不怕熊黄 在她面前引下 好让许仙相信 但她将酒到进水时 小青在水底贪玩 务实熊黄 献出原形 将许仙当场下断气 两姐妹去昆仑山偷灵芝 惊动法海 白蛇得先行回去救人 留下小青与法海缠斗 她学着姐姐的样子 你大慈大便放过我一次 法海心脏未除 蛇妖 我要你助我修行 如果你可以乱我定理 我就放你走 好啊我试一下 不过我不会定理的 我怕你没乱 我自己先乱 你以为小青在玩自己的尾巴吗 这条大黑尾 其实是法海的真身 她是大蟒蛇神转士 小青正在以身试险 测试法海的定力 看她双眼紧闭 故作淡定 但沸腾的水池 却暴露了她真实的内心 干嘛 你心跳得好快 你输了给我了 法海恼羞成怒 炸毛要收了青蛇 闭上眼 我都赢了你了 随后盾的无影无踪 向姐姐炫耀 自己赢了法力高强的法海 但白蛇担心她会闯下大火 并没有鼓励和赞扬 小青很难过 姐姐都不理自己 便拿许仙下手 故意诱惑 让姐姐看到 使她恼怒 两人刀剑相向展开搏斗 小青倒行不比白蛇 败下阵来 白蛇其实知道 她在欧起 耍些孩子猩猩罢了 但这次白蛇没有再哄着她 说两人缘分已尽 她已怀了许仙骨肉 尝过人的七情六欲 明白做人的身不由己 趁着小青还没练话完全 将她赶回去 还是做条蛇更快活 谁知法海找上门来 本着救人为乐的精神 并要许仙剃度出家 隔绝情爱 不要被蛇妖迷惑 白蛇追到金山寺要人 救人心切 发动洪水 与法海展开决斗 但动了胎气 法力不定 失去控制 红山冲向村子 百姓伤亡惨重 这时 孩子也出生了 法海大惊 妖怎么会生出人来 小青趁法海心术不定之时 去救许仙 谁知这渣男 早已剃度出家 而姐姐被冲垮的雷锋塔镇压 法海施法救下孩子 改变了洪水的轨迹 大水漫入寺庙 小青带着许仙出逃 四处找不到姐姐 心灰意冷 恨一件农 一件杀了这个负心汉 法海看小青滥杀无辜 要收了他 这才看到 自己祸害了同门 罪孽深重 小青搞不懂 顿入水中 从此归隐山林 走得走散的散 只留法海抱着孩子 继续在人世间历劫